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首盐柱 耶和华在万里像树 又向亚伯拉罕显现了一次 那天在一日中最热的时候 亚伯拉罕正坐在帐篷前 抬眼望见对面站了三个陌生人 亚伯拉罕急忙跑去迎接他们 苦福地说 我主 我若在你面前蒙恩 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走 请让我去拿点水来帮你们洗洗脚 在树下面揭食揭食 我再拿点饼来 你们可以恢复精灵 然后再往前走 因为你们既然已经到了仆人这儿 你当如此啊 那三个人说 就照你所说的办 亚伯拉罕赶进帐篷 叫撒拉做饭 自己牵出一头又肥又嫩的牛督 交给伯仁宰 命伯仁摆出最好的饭菜款代客人 吃饭的时候 亚伯拉罕亲自在树下恭敬地站在这里 他们问 你的妻子在哪里 亚伯拉罕不恭不敬地回答 在帐篷里面啊 其中一位说 明年这个时候 我一定会回到这里 那时你的妻子撒拉 必生一个儿子 撒拉正在那个人后面的帐篷门口 听到这番说话 心里暗笑 我已经衰老了 我的主人也老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喜善呢 那个人说 撒拉干什么暗笑 说什么自己年老 还可以生养这些说话 难道有耶和华办不到的事吗 到了明年这个时候 撒拉必生一子 撒拉听了心中害怕 便解道 我没有笑啊 那个人就说 不是 你的确是有笑到 阿伯拉罕仿然大悟 原来他们是上帝和天使 吃过饭 那三个人站起身 向索多玛走去 阿伯拉罕为他们送行 耶和华跟他说 听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人 醉业深重 我现在要去察看他们的所作所为 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人 当时声名浪迹 他们懒惰自私 杀人放火 无恶不作 上帝是去惩罚他们 阿伯拉罕想到侄儿都在那里 请求上帝宽恕那里的人 上帝答应了 说只要这两座城里面 有五十个或者三十个 哪怕只有十五个正派人 就不会毁灭城池 那两个天使 夜晚去到索多玛 当时 阿伯拉罕的侄儿罗德 正在索多玛城门口 见到他们 就热情地邀请他们 我主啊 请你们到仆人家洗洗脚 住一夜 清早起床才再走啊 他们借着话 不了 我们要在街上过夜 罗德切切地邀请他们 他们才进了罗德的家 罗德预备言证 性情款代了他们 正当天使准备躺下休息的时候 所多玛的男女老少 竟然围攻罗德的家 逼着他交出两位客人 任他们胡作非为 罗德出去规劝众人 甚至提出要用两个女儿去交换 但是就没有人听他说 众人炒仰住 动手要打烂到门 天使将罗德拉回来 将门关上 而且令到门外的人眼睛迷离 找不到门 天使告诉罗德 他们奉耶和华的差遣 前来毁灭这个地方 因为城内的罪恶实在太重了 天使还叫罗德 在天光之前必须离开这里 那个时候 索多玛和俄摩拉 将会被大火毁灭 天光之前 罗德暖暖不舍 迟迟不动身 天使拉着罗德和他的妻子 还有两个女儿的手 一直将他们拖到城外说 快点逃命 不可以转回头看 不可以站在那里 一直往山上跑 免得遭殃 罗德埃求 主啊 我以蒙恩 你救了我的命 但是我实在无能力逃到山上 就让我在前面那座小城活命 天使说 走吧 快点去吧 我们不会毁灭那座小城 那座城因此结束索尼 索尼就是小的意思 罗德逃到那里 天已经光了 他的妻子就没那么幸运了 因为实在太好奇 回首观望 结果变成了一根盐柱 罗德住在索尼 想到那两座城池 被红红大火燃为灰准 仍然具怕不已 就带着两个女儿逃到山上 住在山洞里面 火杂之后 切住者 转发点赞 转发点赞 感谢观看